永靖级烈雷舰是台湾在2012年时引进的一款烈雷舰 其前身为美国海军的环级烈雷舰 在引进后就分别被命名为了永靖号和永安号 并在2012年的8月10日正式加入台湾第192舰队和第236战队序列 而随着两艘烈雷舰的加入 也使得台湾的封锁能力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用竞级烈雷舰的标准排水量为804吨 满载之后的排水量可以达到893吨 其排水量吨位超过了一般烈雷舰的平均水平 该舰全长57米 最宽的地方为11米 吃水深度为3.7米 使用的是柴油燃料 动力方面搭载了两具意大利伊索塔 法兰西尼ID36SS8V AM柴油引擎 每具引擎可输出800匹马力 推进设备为双轴可变罗具螺旋桨 最高的行驶速度可以达到19公里每小时 满载燃料的情况下 可进行15天的长久续航 续航里程可以达到2778公里 舰上的人员配置为军官试人 士兵46名 采用的侦搜系统分别为 ANSPS-64V9平面搜索雷达 和ANSQQ-32烈雷声纳 搭载的主要武器装备为2×M2 12.7毫米重机枪和MK36干扰弹发射器 其中M2重机枪采用大口径12.7×99毫米的NATO弹药 具有强大火力 在连续射击时弹道平稳 而且该枪还具有超远的射程 对水面的一些轻型舰船具有一定的威慑力 另外该舰装备了ANSQ-13导航系统 和ANSQQ-48水下扫雷载具 用竞级烈雷舰采用的是玻璃缸结构 舰体材料为76层的玻璃纤维 为什么采用玻璃缸材质 因为作业专用的扫雷舰 采用玻璃缸结构可以有效地消除舰体的磁特征 从而在扫雷作业时 可以有效地降低触发性水雷的几率 这款烈雷舰可以说是世界上采用玻璃缸材料的最大舰舰 舰舰构造采用的是单壳设计 所以整个舰船没有横纵框架 用竞级烈雷舰还装备有高分辨率的扫雷声纳 可以对水域中的水雷做到精确探测 另外还装备有先进的灭雷工具 可以对水域附近的水雷进行有效地消灭 在外出执行烈雷任务的时候 可以首先通过扫雷声纳进行搜索 确定水雷位置后 再利用有限控制的灭雷工具 进行靠近识别和攻击 灭雷工具携带有水下摄像头 可以清晰地将画面传输给舰商的操作人员 采用这样的灭雷方式 并不会受到水雷引信类型的限制 所以可以轻松对付各式先进的水雷 有了这样的扫雷工具 也会让舰艇商的人员变得更加安全 另外如果舰船搭载不同的模具 还可以实现扫雷和猎雷不同的作业 关于采购美国的这两艘猎猎舰 早在2006年 美国就计划将金英号和猎鹰号 两艘退役舰传卖给台湾 后来因为一些缘故没有达成 到了2010年 美国再次公布对台湾出售名单 这两艘猎猎舰再次被提了出来 当时台湾方面就开始编列购买预算 并把这起购买武器的事件 命名为康平专案 这次预算包括舰船 训练和岸上基础设备装置等开支 共计费用为新台币35亿元 到了2012年8月2日 台湾海军完成了接舰任务 并正式把这两艘猎雷舰 命名为永境级猎雷舰 其中原本美国海军的 金英号弦号为MHC-555 是在1995年到2006年期间服役 交付给台湾后 被命名为永境号 贤号更名为MHC-1310 原美国海军的猎鹰号贤号为MHC-59 是在1997年到2006年期间服役 交付给台湾后更名为永安号 贤号更名为MHC-1311 永境级猎雷舰前身为美国环级猎雷舰 是由美国Avander造船厂制造 该船厂隶属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门公司 这款猎雷舰的设计初衷 主要就是担负近岸的扫雷工作 在世界现役的近岸猎雷舰中 该舰巨大的船身仅次于英国的狩猎级近岸扫雷舰 属于世界第二大近岸扫雷舰 该猎雷舰还装有高精度猎雷声纳 可以轻松探测到水中的水雷 另外还搭载有水下无人猎雷载具 有了先进的装备让该舰大大提高了扫雷的效率和安全性 美国海军早在1993年至1999年期间 共生产了12艘环级猎雷舰 这些舰艇陆续在1993年至2007年服役 后来因为配合美国海军的军事转型 就把这些猎雷舰给提前退役了 然而这些舰艇都装备了较先进的猎雷科技 还具有非常大的实用价值 其中两艘卖给了台湾 在台湾现役的扫雷舰和猎雷舰中 目前正在服役的共有9艘舰船 其中永峰级舰船4艘 该级舰船的排水量为558吨 永阳级舰船3艘 其排水量为735艘 永境级舰船2艘 其排水量为893吨 与另外7艘扫雷舰船相比 永境级猎雷舰的排水量最大 顺便提一下 其他几艘扫雷舰 永峰级猎雷舰的前身 是德国的MWW50型猎雷舰 当时台湾共买了4艘 该级猎雷舰在当时的造价 约为1亿德国马克 舰船的外壳采用木质材料 并在木质材料的外边 覆盖了强化的碳纤维树枝 主要是为了降低舰体的磁性 舰桥则是采用铝合金材料 该舰的最大亮点 也是台湾引以为豪的地方 装备了企鹅遥控扫雷载具 利用该载具 可以在远距离遥控侦测 和引爆水雷 永峰级猎雷舰的舰名和弦号 分别是永峰号 弦号MHC-1301 永家号 弦号MHC-1302 永定号 弦号MHC-1303 永顺号 弦号MHC-1305 还有就是永阳级扫雷舰 该舰是1993年 台湾从美国手里购买的 四艘退役扫雷舰 该舰的前身是美国海军 进取级扫雷舰 曾在1954年至1956年期间 在美国服役 该舰船的外壳 采用的是三层松木包裹 采用这样材料 也是为了降低舰船的磁性 另外 还可以很好地 吸收水雷爆炸引起的震波 这四艘扫雷舰 直到1995年的3月1日 才加入台湾海军 永阳级扫雷舰的舰船 和贤号分别是永阳号 贤号1306 永慈号贤号1307 永固号贤号1308 永德号贤号1309 值得一提的是 永固号在2013年的6月 退出现役 60多年的服役时间 也算是一艘不多舰的 老爷舰了 经过台湾海军的 失讯验证 永竞级是具备 优越性能的烈雷舰 在实际的任务需求中 可为海军军舰实时开辟安全航道 对水域内的水雷 可以做到有效排除 并提供反制能力 以此确保海军舰队实现作战任务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认为 台湾的永竞级烈雷舰 还能服役多久 欢迎打在下面的评论区 和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想了解更多 别忘了给一个关注 要是能顺便点个赞 就再好不过了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感谢大家观看 再见